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嘴角有笑的人 嘴角始终带着微笑的人 他们的生活态度一定是积极乐观的 面对一切失败和困难都能很快整一好心情 重新触发 另外嘴角有笑的人散发出一种和蔼可亲的气质 让人不自觉就想接近 通常这样的人会得到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4.眉头舒展的人 眉头舒展的人说明他们没有繁星事 或者说他们有很好的调节能力 即便有了繁星事 也会很快调整好自己 不给身边人带来麻烦 而且这样的人心胸豁达 为人正直爽快 与人相处的时候落落大方 不会存有一丝心机 5.下巴缘后 下巴缘后的人是有福之人 特别是在他们的婚姻家庭上面 他们和家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不管是夫妻感情 父母感情还是子女之间的感情 都非常的和谐 很少会有不能理解和沟通的时候 而且家和万事兴 他们家庭越是幸福 其他事情也会越来越顺利 6.鼻子挺直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财不公所在之处就在鼻子上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一个人有没有财运 从其鼻箱就可以看出来 很多时候鼻子比较挺直 没有过多杂质的人 一般来说都是属于财运比较好的 这样的人 人生当然是属于开挂型的 7.额头宽大 额头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公路位所在之处 而且其实一个人的额头 也是其天庭 所以一般来说 一个额头饱满的人 其财运以及地位都会比较高 这样的人一般来说 都会很容易获得财运 而且其本人除了容易获得财运 地位也是很容易能得到提升的 8.面颊下端有肉 一个人的面颊下端 在面相学上说 其实是奴仆宫的所在之处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一个人的面颊下端有肉的话 其本人在事业上 是很容易处于领导地位的 这样的人一般来说 都是属于可以有很多奴仆的人 所以其容易胜居高位 而不是处于别人之下 9.单凤眼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眼睛也是能看出其财运好不好的 通常最常见的好运是 眼睛就是单凤眼 因为单凤眼很多时候 都给人一种比较优雅的压迫感 所以一般来说 有单凤眼的人 在事业上 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获得比较高 而且比较稳固的位置的 10.两枚中间平滑 一个人 如果其两枚之间相隔不远 而且其眉毛之间的地带显得平滑 那么其财运一般来说 也会比较好的 因为两枚自己是一个人的命工所在之处 这个部位很容易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以及健康状况 所以一个两枚之间平滑有肉的人 财运都还是比较好的 11.眉毛柔顺清淡 眉毛柔顺清淡的人运气一直都是很好的 这是公认的事实 眉毛柔顺清淡 心境平和 会更加的乐观开放 每天都把浅浅的笑容挂在脸上 笑得清新雅秀 不焦落造作 而俗话说得好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因此呀 眉毛柔顺清淡的人运气一直都很不错 人生充满笑颜 12.眼睛有神清秀 眼睛有神清秀的面相 最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 只要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个人的本质 而有神清秀的眼睛 就像是一块澄清的水晶 能直接倒映出内心最纯粹的部分 而这部分不仅能打动人心 也能留住好运 把人们都渴望的好运 时时刻刻留在身边 13.耳库后视富态 耳库后视富态的面相 是很标准的有福之相 耳库后视性格一般比较淳朴 心肠极好 生活里经常都是扮演着一个乐善好施的老好人 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而善有善报是真实的 至少在耳库后视富态的人的一生中 就很少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 一直保持着强韵 14.下巴有肉无疤 下巴有肉无疤的人会比较低调 在生活中很少张扬自己 都是尽量一个人默默地做着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但就是默不作声 存在感很弱 这样的做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可以减少大家的关注 一个人默默地享受好运 并且低调的状态还有利于下巴有肉无疤的人 揭露住自己的好运 15.玄胆鼻子 面相学中所说的玄胆鼻 也常常被人们称作为是猪胆鼻 指的是鼻子部位的山根端正 准头丰满 卢胆悬挂着 一般常有玄胆鼻的人都很聚财 财运好会赚钱更会存钱 为人正直善良 大度有责任心 敢于与恶势力斗争的勇气 这样面相的人很聪明 再加上财运又好 无论做什么职业 都可以获得丰厚的财富 一生日子过得风生水气 富裕 钱财不缺 16.下巴方正宝满 下巴在相学当中是被称作为地库或者是地格 代表着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和运气 如果下巴长得方方正正 而且饱满有肉的话 那就表示此人能力非凡 才华横溢 财运也不错 通常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功 这种面相的人最受上天眷顾 不仅有能力有实力 而且运势也很好 做事成功几率很高 他们就算出生的家境不是很好 没有过硬的依靠 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去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顶 17.耳朵高于眉毛 在面相中耳朵不但代表一个人的幼年运势 家境好坏 心性好坏 教育程度 更能预言其人将来是否能获取功名利禄 享受荣华富贵 看一个人是否有福气要看耳朵的位置 耳朵高过眉毛的人 天生聪颖 学习能力强 读书成绩优秀 善于沟通 是成功人士的典范 能拥有名声和地位 18.日月角突出 日月角突出的人多数很有才华 工作能力突出 做事决断力比较强 日月角也称为父母功 日月角突出的人 一般与父母的缘分比较深 父母身体比较健康 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 家境教英时 父母即贵人 这种面相人 会凭借着自己自信与干练 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 这类女人会得到另一半的宠爱和呵护 家和万事兴 生活幸福美满 很多人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 觉得只要自己不断的努力 那么就一定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 虽然说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但是不被上天眷顾的人 一定会过得比别人更辛苦 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 才能过上别人再过的生活 19.天庭明亮高耸 额头在面相学中 通常都是称作天庭 本来也就有天庭饱满地各方圆之说 所以额头部位在面相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部分 额头宽广平滑的人 机智聪慧 胆时过人 做事有勇有谋 善于谋略 是天生的谋略家 他们有毅力有决心 再加上眼光长远 看问题比较全面 通常都能够在职场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不是高管就是大领导 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数都是好命之人 财运好运气好 而且很有能力 20.双眼皮 双眼皮的人就是上帝的宠儿 他们的生活一直都是顺顺利利的 就算有为数不多的挫折 也很快地就会被他们解决掉 他们的出发点比别人高 不需要寻寻觅觅地就能找到自己想要走的人生轨道 当别人还在为了生活辛苦奔波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享受生活了 21.招风儿 招风儿的人性格往往都是比较温顺的 他们基本就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吵 别人也不舍得对他们大小生 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总是会有贵人出现帮助他们 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 他们就算在事业上面无法成功 但是也会在其他方面享受别人没有的福气 22.门牙白皙 门牙白皙的人特别地能说会到 他们非常善于和别人沟通 总是可以轻易地抓住别人的喜好 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他们良好的朋友圈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机会和影响 也能促进他们在事业上面的发展 只要他们能抓住机会 那么不成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新清静 日日式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